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3年 美国再次以反恐之名攻打伊拉克 仅仅用了27天就攻陷伊拉克全境 并推翻了萨达姆政府 伊拉克战争这时候 美国家门口的反美斗士古巴 对美国进行了强烈谴责 人们这才发现 与美国远隔万里的伊拉克被火速干趴下了 但是同美国仅仅隔着一条300多公里宽海峡的古巴 却是一个奇迹 古巴这个弹丸之国 一直奋战在反美第一线几十年 是美国的眼中钉 美国对古巴恨得牙痒痒 美国同古巴隔海相望的基维斯特 有一个强大的军事基地 在古巴境内也有一个关塔纳摩美军基地 要干掉古巴简直就是分分钟钟的事情 但是 美国为什么这么钟也没有收拾古巴呢 古巴同美国近在咫尺 一控制不成反受牵制事实上 美国不仅有胖揍古巴的想法 而且连吞并古巴的心都有 美国刚刚建国的时候 部分美国人就认为应该把古巴并入美国版图 另一部分美国人却认为不能够将古巴纳入美国版图 上千万讲西班牙语的古巴人变成美国人后 会给美国带来潜在危险 两派美国人相持不下 最后只好采取一个折衷的方法 扶持一个亲美的古巴政府 从而实现间接控制古巴 1895年 全球被殖民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独立运动 流亡在纽约的古巴人自发地组织起来 准备推翻西班牙的压迫 免英号爆炸现场 美国找到了组织这些闹独立运动的马蒂 准备帮助他建立独立的古巴 但是面对强大的西班牙 马蒂根本没有办法打败 美国便决定亲自下场为古巴赶走西班牙 美国要出兵古巴得师出有名 正在美国一筹莫展的时候 1898年 停靠在古巴哈瓦那港的免英号军舰发生了爆炸 美国政府逮住这个机会 在媒体上大肆宣称 是西班牙军方攻击了免英号军舰 美国人民群情激昂 强烈要求美国出兵古巴找西班牙复仇 美国政府顺应民心 出兵打败了驻扎古巴的西班牙军队 西班牙最终承认古巴独立 古巴建国后 从宪法上规定受美国保护 美国可以干涉古巴内政 关塔纳摩美军军事基地 为了更好的控制南美 美国在古巴建立了关塔纳摩等两个军事基地 正是因为有关塔纳摩基地的存在 使得古巴后来在对付美国时 掌握了一个杀手锏 后来美国同古巴闹掰了 美国封锁古巴经济 古巴就封锁关塔纳摩基地 停止向基地供应水电 过了一段时间 美国政府和基地人员 没来找古巴政府交涉 古巴政府感觉十分奇怪 跑到基地一看 结果美国在基地修建了 淡水处理厂和巴电站 美军建立军事基地 是要给土地资金的 古巴政府已去收租金表示抗议 但是古巴政府也明白 美国始终没有对自己下死手 也是看在这块基地上 古巴政府也就没有用暴力 或者武力把美军赶走 关塔纳摩基地 2.美国武力解决 古巴卡斯特罗政府失败 美国帮助建立起来的 是民主古巴 对古巴进行了一系列 经济援助和基础设施援建 古巴的经济实力大力提升 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二战以后 美国的经济和军事 都得到了长足发展 小国古巴对美国 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 对古巴的管控放松了很多 1952年 巴蒂斯塔担任总统后 杀害爱国者 禁止工人游行和罢工 为美国公司 侵吞古巴财富提供便利 这些恶行立即引起了 古巴人民的反对 第二年 卡斯特罗带领古巴年轻人 袭击了古巴兵营 1959年攻陷了哈瓦那 把巴蒂斯塔赶下了台 成立了新政府 因为巴蒂斯塔劣迹斑斑 美国抛弃了它 承认了新政府 卡斯特罗 美国一开始对卡斯特罗政府 并没有进行打压 而是采取拉拢措施 答应给予经济援助 4月份 卡斯特罗前往美国落实贷款 美国却突然拒绝了 原因是跟随卡斯特罗 到美国的随心人员 全部是共产党人 这就触碰到了美国敏感的神经 计划不再支持卡斯特罗 彼时的卡斯特罗 其实没有一点共产主义思想 也没有想过要同美国对抗 没借到钱的它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古巴 开始想办法筹集资金度过难关 两个月后 一些古巴激进分子走上了领导岗位 他们要求必须对美国强硬 把美国手中的财富夺回来 卡斯特罗 卡斯特罗采取了这些激进分子的建议 把原本控制在美国公司手中的 公共事业 矿场 养殖场和甘蔗田等 全部收归国有 卡斯特罗政府知道自己这样做 就完全得罪了美国 作为一个小国 如果美国进行报复 显然会吃大亏 因此不得不投靠苏联 投靠苏联后 古巴停止了从美国购买石油 转而从苏联购买 卡斯特罗政府的这些行为 激怒了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开始扶持 流亡在外的古巴旧政府力量 1961年 古巴宣布实行苏联模式 美国立即关闭使馆断交 全面停止对古巴产品的进口 和美国人前往古巴旅游 大幅度削减从古巴进口砂糖 而且密谋发动武力解决事宜 朱万事件中的古巴军队 1960年美中情局就开始召集 流亡国外的古巴人 组建反卡斯特罗组织 第二年 这些人员在美国培训完毕 并制定了十字军计划 该计划由古巴人自己执行 美国人完全不出面 在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前 和入侵当天 对古巴进行轰炸 4月12日 美国政府煞有介事地公开表示 不参与任何推翻卡斯特罗政府的事件 也禁止古巴反政府武装 从美国攻击卡斯特罗政府 卡斯特罗在签署命令两天后 美国培训的这个反卡斯特罗组织 轰炸了古巴的两个机场 古巴击落了其中的一架战斗机 轰炸事件爆发后 中苏强烈谴责 反卡斯特罗组织终止了第二次轰炸 17日 美国雇佣军和反卡斯特罗组织的 1400多名古巴武装分子 在珠湾登陆攻打卡斯特罗政府军 因为卡斯特罗政府军早有准备 而且美国政府没有派兵支援 珠湾登陆战只持续了三天 就被卡斯特罗政府军粉碎了 卡斯特罗政府军成功抓获了 1000多名反卡斯特罗组织成员 和美国雇佣军人员 同时还击毙了100多人 美国的这次武力 推翻卡斯特罗政府完全失败 但是美国立即启动了第二套方案 卡斯特罗珠湾登陆战失败7个月后 美国政府又开始执行猫友计划 这是一个准军式行动 主要是暗杀卡斯特罗和袭击卡斯特罗政府 以及破坏古巴经济等 由于美中情局在珠湾登陆战中丢人现眼 美国政府把猫友计划交给了美国防部来执行 美国防部在第二年分三部执行猫友计划 首先对古巴实施了禁运令 并展开了一系列的心理战 这一阶段实施后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 猫友计划转入第二步 这一步是破坏古巴工厂陆桥和货轮 以及在食堂中投毒 由于这些做法可能会导致美国的形象被破坏 坎尼迪终止了这一步 而转入第三步暗杀卡斯特罗 在六次暗杀无果后 猫友计划被全面叫停 珠湾登陆战和猫友计划把古巴彻底推给苏联 古巴也挺而走险 险些酿成无法收拾的大祸 卡斯特罗三 卡斯特罗政府险酿大祸别看 古巴是一个小国 胆子可是够肥的 卡斯特罗政府为了摆脱美国的威胁 竟然想到了反过来威胁美国 卡斯特罗邀请赫鲁晓夫 在古巴境内部署核导弹 彼时苏联西边处于美国部署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核导弹威胁之下 而苏联却没有拿得出手来对付美国的地方 卡斯特罗这一邀请 赫鲁晓夫两眼放光 天助我也 赫鲁晓夫政府立即制定了一个古巴核导弹部署计划 计划在古巴的核导弹将覆盖300个美国城市 一次性可以消灭美国一半以上的人口 苏联和古巴的这个计划确实够疯狂 1962年7月 苏联把10枚SS-4导弹和核弹头拆开运送到了古巴 然后派遣了3000多名核武器专家到古巴安装这些核导弹 同时还把伊尔轰炸机开过去交给古巴 年轻的卡斯特罗血气方刚 虽然苏联的行动十分隐秘 但是美国侦察机还是在8月份 发现了古巴境内的导弹发射基地 但是不能够确认是否部署的是核导弹 10月14日 美军拍摄到了清晰的古巴导弹发射机地图 第二天 经过军事专家确认 苏联在古巴部署的就是核导弹 第三天 美军向总统肯尼迪做了详细汇报 17日 美军派出优比尔侦察机 实时监控古巴导弹基地 过了一天 美外交部召回苏外交部 苏外长格罗米科矢口否认 美军公开的古巴导弹基地照片 19日 美军海陆空三军对古巴实行了全面封锁 同时 肯尼迪总统命令全球的美军基地 24小时整个带弹 随时准备战斗 20日 肯尼迪向全球公布了 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的详细细节 严厉要求苏联撤回所有核导弹 美国民众义愤填膺 强烈要求把古巴从地球上抹掉 苏联自然是继续否认 不过 各国政府和全球媒体 已经开始纷纷谴责苏联 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 苏联仍然坚称不会撤回核导弹 赫鲁晓夫还狂妄地宣称 华语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一边是美国人疯狂地怒火 一边是苏联人强硬地坚持 三战一触即发 肯尼迪总统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肯尼迪总统发表电视讲话 双方僵持到了27日 苏联导弹打落了一架 在古巴领空飞行的飞机 并导致飞行员牺牲 美国民众再也控制不住了 走向街头呼吁总统立即复仇 打与不打一直在肯尼迪脑海盘旋 不打 美国国内可能会爆发大动乱 打 有可能会毁灭半个地球 这才叫做最艰难的决定 幸好 当天肯尼迪总统收到了两封信 他十分强势 另一封措辞委婉而有些无奈 肯尼迪能够看出来 强硬的是苏方官方的信件 温和的大体上是赫鲁晓夫的私人意愿 只是这封可能是赫鲁晓夫的私人信件 让肯尼迪看到了和平解决的希望 他立即派遣亲弟弟密会苏联驻美大使 双方经过商讨后都进行了妥协 最后古巴导弹危机才没有酿成大祸 肯尼迪和赫鲁晓夫 4.美国对古巴采取更温和的态度 经过世界末日来临的13天后 美国对古巴的控制也变得更加温和和理性 毕竟自己是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 同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 搞得玉石巨焚真的不值得 苏联解体后 古巴没有了大数依靠 卡斯特罗使出了一个妙招 故意放松对马利尔港的监控 古巴的精神病患者 重罪罪犯和流浪汉等 十多万人偷渡到了美国迈阿密 这些古巴偷渡者 给当地带来了严重的治安问题 犯罪事件日益增多 搞得迈阿密政府整天焦头烂额 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 美国更希望自己的后花园一片歌舞生平 这样一来不仅美国的国际形象提高了 也不给对手进入的机会 因此对古巴变得日益友好起来 古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